一个人的人生,一定会有人把你看成宝贝,也一定会有人把你看成垃圾。 这是事态炎凉,人心的变化。 所以,当你被人间的这些情感所左右的时候,你就会失去理智而产生冲动。 每个人对你的态度不同,是因为每个人本身的素质就是不一样的。 如同好的菠萝,有的人嫌它酸,有的人嫌它甜,有的人嫌它没味道。 但是,菠萝还是菠萝,水果的本身并不是因为买家对它的保贬不一,而有任何的改变。 所以,何必为了别人对你的评论难过,或是因为别人对你有不同的看法而感到烦恼呢? 学佛人的心态,首先要有执着心,改变为无常心。 你才能对人间有更多的了解。 常思进去,一定进去,常念佛号,最终成佛。 常思挤过,解除迷惑。 人生苦短,修心常乐精进,慢慢会有快乐,转为干净。 因为,有快乐的人,他就不会去烦恼,心中就会发喜常驻。 平安吉祥是人心,将心比心难为情,心中常住慈悲因,一生一世念佛经。 现在的人,嫉妒心中,因为嫉妒会产生恨,产生难过,使自己自私膨胀。 所以,嫉妒会让自己的心越来越难过,以越来越守不住,坐立不安, 让自己沉沉沦到五欲六成中,不能自拔。 一身旧位臭皮囊,耗尽钱财去流浪,来也匆匆去也空,不知假我在何方。 现在的异性只要一见面,遐想纷飞。 马上从别人身上,可以想到自己过去的荣耀和失败, 给自己徒增更多的心灵伤害。 一个有修养的学佛人,应该如如不动,不管坐着,站着,讲话, 不应因环境的变化,不应因环境的变化,异性的到来,漂亮或富贵的接近而产生心动。 因为只有学佛人才知道,这一切如梦幻泡影,如露亦如电,应作如释观。 如释就是随缘,如释就是放下,常如释得解脱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